如果泥牛不斷从山坡上 冲刷下来 云宅旁边的小巷 瞬间变成了一条小河 夸张的景象 让一旁住户看了傻眼 相关单位只好赶紧出动挖土机 清理从山上冲刷下来的土石 但泥水源源不断 怎么清也清不完 滚滚泥水不止漫过路面 也冲进了一旁民宅 住户无奈只好拿起扫把本机 慢慢清理 也有人干脆不清了 站在门外不知如何是好 山上泥流冲进民宅的地方 就位在台东泰马里地区 有居民就地取材 用冲下来的土石围成了一条挡水墙 但水势实在太大 似乎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就算已经淹了一天一夜 大水却丝毫没有退却的迹象 但明明台风没来 天空也没有下雨 居民万万没想到 居然还会有山坡土石泥流 把家里淹成了这副景象 但再怎么无奈 也只好打起精神 等大水退后 慢慢清理善后 记者台东组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吊贝